那些街拍作品 所以呢我就到这个迪化街 其实有小超写在香烟河上 我现在看不清楚了 龙山寺 龙山寺 所以还有西门町 还有龙山寺 我们去做了街拍 那老师在拍台湾之后 跟日本的街道 比起还有什么不一样 日本の街は 一概に言えないけども 東京なんかでもそうですけども どんどん土地の 構成が 確立的になって 人間の生活の匂いが 薄れていっているので それはとても寂しいので 台湾で 今日取った街とか 昨日行ったキーロンとかね 行くと なんか とても自分の場所に 帰ってきたっていう なんかそういう感じするんですよね 我在日本的话 虽然说不能就是说 一概而论 但是我一个 最简单的感觉是 在日本的话 可能很多地方 因为都被开发了过度 所以那种所谓的人的感觉呢 可能慢慢都已经变淡了 可是像 我那天去了西隆 那还有今天我到了 就是逛了台北几个地方 那我感觉到说 呃 这些地方呢 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种 我回来了的感觉 那这是我觉得 这个两个地方 很大的不同之处 明镜面就会有点儿 明镜面就会是